闻,妈咪与儿分享,妈咪,前几天,妈咪在网上看到了一组图片,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,爸爸遭遇车祸高位结坛之后,只能长年卧床,丧身的行动能力,妈妈照顾了爸爸几个月之后,留下年仅三岁的女儿不辞而别,从此,这个三岁的小女孩,就接下了妈妈的火,打水给爸爸擦脸,照顾起爸爸, 好心人给了她一根火腿肠,她拿在手里阻纹又完,始终都没下口,自己舍不得吃,却想着要给爸爸吃,三岁,人本该是一个躺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纪,却不得不成为当起生活的重担,小姑娘,懂事得让人心疼,原以为孩子的世界是最美好的,既没有成年人的烦恼,也不必承担大人的痛苦, 其实,现实残酷起来,哪里还分成年与未成年,生活对孩子也未必就手下留情 一,摸你一个亲戚去梁山招绝线的时候,拍了这令人心酸动容的一幕,一个只有三、四岁的小女孩,浑身上下沾满泥土,半截护腿都是湿的,就这样躺在路上睡着了 据了解,小女孩是提着水壶出来打水的,招绝线很多地方还没有自来水,不知道她已经走了多久,但是看她疲惫的样子和马脚的泥,就知道,她应该是很累了 不然这么硬的路面,怎么会水得如此香甜呢?即使睡着,手里也紧紧握着两个数量叉子,那大概是她仅有的玩具吧 看看她,再看看身边的孩子,同样的年纪不同的命运,如果不是生活左迫,谁愿意在该躺在父母怀抱撒腰的年纪就去品尝生活的不易呢? 二小朋友,要买吗?贵着贵粮食,在人来人往的路边,一个十二岁的男孩正在兜售玩具,虽然只有十二岁,但是他已经当老板四年多了 明明是个孩子,但却看不到一点孩子该有的任性与娇气 在他很小的时候,爸爸离世妈妈处走,自此就开始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为了贴补家用,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卖力挣钱 二年纪卖葱,四年纪转行卖水,现在六年纪被迫改成了卖玩具 他去工地门口卖水,生意不错,但往往要等到晚上十一点工人下班 而且还有保安会收保护费,因为怕自己闯祸给家里增加不必要的负担 所以才改成了卖玩具 看他认真的跟其他小朋友介绍玩具的时候,居然莫名心疼 虽然在他脸上总是堆着笑,但生活给他的苦,真是一点也不少 穷人的孩子长大不是在某个年纪,而是某一瞬间,被生活憋得扛起了责任 懂得了艰辛,虽然我们不能选择生活,但要相信经历即是财富 今天所有的不好,总会在未来某天开出灿烂之花 愿天下所有孩子,都能在该笑的年纪笑得出来,该哭的年纪哭得出来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